看看新闻网 今年以来内地楼市调控政策是步步紧逼 然而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港资企业却毫不手软 进一步的加快圈地步伐 香港地产界教父级人物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认为 李嘉诚逆势圈地逢低抢进 主要是看好内地未来三五年的楼市前景 12日2号合金黄浦公司与大连国土资源和房屋局 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条款 以19亿元人民币的总价 购得黑嘴子码头及周边14.3万平方米的地块 据媒体报道 李嘉诚拍下的地块建筑规模实际达50.5万平方米 推算下来该地块的楼面价只有每平米3762元 如果这一数据属实可谓是超底价了 我看李嘉诚不一定是说看好明年的地产 但是地产发展通常需要三到五年 产品才可以出来嘛 所以他现在买地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他看好强远的中国经济的情况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一点 施永青还表示香港地产商在内地市场向来处于弱势 只有当本地开发商相对保守的时候才敢出击 加上外资融资渠道多 资金链相对比较宽松 才有能力在熊市时频繁劝地 因为中国的开发商现在都吃得很饱 以前投资过分 现在资金链也有问题了 所以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 把就要建好的房子卖出去 他们因为他们看房价还在跌嘛 他们就不敢去投地 所以香港的来的开发商才有机会 展望明年内地楼市施永青认为 在以限购为主的调控政策的作用下 房价可能下跌20%至30%